1950年11月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卡瑟 曾发动圣诞攻势 还放下豪言 圣诞节前回家 可现实很快就打了脸 之后 不仅麦卡瑟因为无能而被撤职 就连参加过底平里战役的美国老兵博尔登 更是在回忆中说道 志愿军太可怕 不要再向中国士兵开枪 美军为何能会有这样的言论 底平里战役中 也有发生过哪些低档起伏的故事呢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底平里战役 隶属于抗美援朝第一阶段的第四次战役 这次对抗之初 美军采取了偷袭策略 不过随着志愿军横城反击战的成功 扭转了战局 这时候只要我们再能取得底平里战役的胜利 志愿军就将彻底点定优势 也正因如此 彭老总与邓华早早地就将这次战役 纳入到了考量之中 在横城反击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做出部署 由四十军和四十二军的六个团奔赴底平里作战 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和一一六师则作为王牌部队 负责在敌军逃窜的过程中进行拦截 并将其一举消灭 至于四十军与四十二军的战士们能否拿下底平里 彭老总等人并不担心 从抗美援朝前三次对抗的结果来看 一旦志愿军顺利将对方合围 敌方就会迅速陷入混乱并进行逃窜 事实也正如彭老总等人所料 根据当时正在底平里地区的美国老兵博尔登 事后回忆所说 在志愿军抵达之前 他们就已经接到了上级指挥官弗里曼的指令 收拾行李 准备展开撤离 可就在二月十三号下午 博尔登准备和大部队一起撤离的时候 却突然又得到了上级的命令 不允许撤离 死守抵平里 等待救援 那么 为什么在紧急关头 弗里曼为何改变了自己的命令呢 博尔登也是事后才知道 原来在得知志愿军即将赶来的第一时间 弗里曼就分别向师长和军长发出了撤离请求 而两人也分别做出了同一批事 可就在二月十三号 准备撤离当天 弗里曼等人 准备撤离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联系不上指挥部了 无奈之下 这次撤离就被拖到了晚上 结果晚上的时候 李奇威却突然发来命令 要求该部队严防死守 绝不允许撤出底平里 虽然当时杜鲁门还没有起除 麦喀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但只由于在前三次战役中 麦喀瑟所率领的联合国军 被志愿军打得丢盔卸下 所以他们已然危言扫地 下台是早晚的事 反观李奇威 当时威势正胜 因此当他的命令传达到底平里战场后 弗里曼只能执行 只不过这一执行 便让志愿军成为了很多参战美军的噩梦 志愿军抵达地平里地区的时候 美军二十三团已经在这里提前部署十天 他们构筑了大量的碉堡 试图以此来拖住志愿军的步伐 博尔登就是负责驻守碉堡的一员 他无疑是幸运 因为他不仅不需要忍受外面刺骨的汗风 也顺利地借刺在惨烈的底平里战役中存活了下来 战斗刚打响的时候 博尔登等人就光得神 因为他们看到志愿军 虽然只套着单薄的衣裳 但是冲锋的时候 身情依旧非常坚定 丝毫不畏惧他们猛烈地跑过 志愿军的勇猛无疑让他们想起了前三次战绩的过程 慌慌的美军士兵在刚刚交手的时候就陷入了下风 有的心理素质比较差的新兵 甚至在战斗过程中犯了致命的错误 他们差点把手榴弹扔进自家阵营 与志愿军相比 美军的武器是先进 他们有着大量的重火力箱炮 然而这并没有让他们形成什么优势 志愿军凭借一些轻型火力排击炮和手榴弹 硬生生地朝着阵地上攻来 即使有一排排的志愿军战士倒下 很快也会有新的志愿军战士补上位置 继续朝着阵地推进 甚至博尔登还看到 有人用自己的身躯去挡枪口炮口 这种汗不畏死的战斗精神 给他留下了深深的梦影 根据博尔登战后所说 在双方战斗制最激烈的时候 他的内心被恐惧充满 他曾在碉堡中战战兢兢地祈求 希望志愿军能够离他远一些 也曾生死历劫地怒吼 以此来发泄直面死亡的恐惧 这一战直接打到了天黑 炮火将夜空找到通红 志愿军依旧没有停止冲锋 他们拔掉了一座又一座碉堡 距离博尔登越来越近 在战斗的过程中 很多美军已经畏惧地匍匐在了地上 博尔登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虽然不至于如此 但是也只能双眼呆滞 面色麻木地继续战斗 后来博尔登终究 还是在机里的对抗中被击倒 可是由于战友把他拖了回去 而且后方的医疗队 也及时给了他治疗 所以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当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由衷感情命运 不仅仅是因为他大难不死 同样也是因为他要回家养伤了 再也不用和志愿军去作战 再离开战场那一刻 他发自内心的呐喊 志愿军太可怕 不要再朝中国人开枪 不要再跟他们作战 实际上 博尔登会有这样的感慨 还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士兵们看来 当兵打仗和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没什么区别 在他们看来 我只做我能做的 打不过我就投降 可是在和志愿军作战的过程中 他们对于战争的理念 被完全颠覆了 他们认识到了什么叫做 有信仰的军队 像博尔登这种不愿意 在和志愿军作战的 其实还算是症状比较轻微的 比如说卢森堡的士兵 由于卢森堡这个国家就比较小 所以他们出兵人数也比较少 仅仅出动了一个牌的兵力 原本他们想趁机作为胜利方 来瓜分一国利益 却没想到在战场上 真正硬碰硬的时候 志愿军战胜了一下子 就打掉了他们大半士兵 剩下的卢森堡士兵 直接抱头鼠窜 沦为笑兵 比如说土耳其 虽然出兵更多 足足凑出了一个 五千人的补兵率 但是论起荒诞程度 他们的经历比起卢森堡 那是又过之而无不及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自以为碰上了中国志愿军 与其展开了一番激烈作战 最终大获全胜 带着数百名所谓的志愿军 俘虏司令部报道 结果到了司令部才知道 跟他作战的根本就不是中国志愿军 而是南韩的一支部队 他们这时打了自己人 等到土耳其人真正碰到志愿军 第三十八军的时候 本想着一血前耻 结果直接在正式作战之前 就被志愿军击溃 连着被志愿军歼灭的三个步兵营后 土耳其人终于任性的现实 开始绕着志愿军走 慢慢地退出了联合国军的队伍 再比如说荷兰 作为美国中心耿耿的马前卒 在美国刚刚宣布要成立联合国军的时候 荷兰不仅赶紧复合 出动了一个步兵营 甚至还动用了一艘驱逐舰 只可惜 荷兰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也很差 他们虽然已经听说了志愿军的强悍 但在和志愿军 摇摇七十碰面的时候 误把我军当作韩军 结果被我军一举全先 至此 荷兰人创造了朝鲜战争 最快结束战斗的历史奇迹 而侥幸逃跑的部分俘虏 也成为了惊弓之鸟 不过要说最惨 那还得是美军 毕竟联合国军虽然成分复杂 但是很多参与的国家 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一些人 联合国军的主力 还是由美军构成的 出人最多 伤亡情况也最大 据统计 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 有将近94%是美国军人 由此可见 这场战争 也给美国人带来了很深的痛苦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打到最后 美国选择退兵了 虽然在装备 后勤补给上 美军是占优势的 可唯独有一点 美军不如我们 那就是士气 而志愿军士气之所以高涨 美军士气之所以低迷 其实跟志愿军战胜的那些 英勇士气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黄继光 他在争夺上甘岭 597.9高铁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胸膛 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 以此来给同伴争取机会 最终他英勇牺牲 比如说邱绍云 在1952年 攻占金幻以西 391高铁的过程中 他被选入潜伏部队 担负起了发起冲击后 扫除障碍的任务 然而 谁也没想到 就在潜伏部队 距离敌方前沿阵地 仅仅只有六十多米的时候 敌人却突然朝着潜伏区逼近 一旦被敌人发现 所有战士都要牺牲 为了保护战士们 志愿军立即对敌人进行打击 而敌人也迅速出动飞机开始侦察 并在阵地外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 有一颗燃烧弹 下号落在了秋少云的旁边 燃烧叶浇在了他的身上 火焰迅速在他全身燃起 这时候他旁边刚好有个水沟 只要滚进水沟就能活灭 然而此举也要承担巨大风险 因为这个动作很可能会导致所有人都暴露 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 也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秋少云死死地趴在那里 自始至终都没有动一下 甚至都没有发出一句喊声 直到牺牲 等到火焰熄灭的时候 草丛里的五百多名战士 几乎都是泪流不止 然而谁都没有说话 直到敌人松懈 时机到来 五百多名战士才猛然冲出 比如说孔庆三 在1950年的一次战斗中 他接到任务 要带领战士们利用火炮摧毁敌方的火力点 然而由于战斗过于激烈 敌方炮火不断轰击 所以阵地上的火炮遭到了破坏 根本就立不起来 在最危急的关头是孔庆三 用自己的身躯把火炮支了下 然后咬着牙 点燃火炮朝着敌方的火力点打去 伴随着一阵轰鸣 敌人的碉堡和火力点都被铲除了 可是孔庆山自己也被巨大的后座力 往后撤出了三四名 当战士们前去查看的时候才发现 弹片深深地插进了孔庆三的腹部 这位了不起的战士牺牲了 比如说武先华 在1952年的关带里反击战中 他率领两个爆破组冲下目标 想要炸毁敌方碉堡 给正面攻击部队创造机会 然而有一点火力过于凶猛 所以在爆破组伤亡较大的情况下 正面攻击部队依旧没有能够取得最好的时机 在危机关头 武先华抱着一捆十公斤重的炸药包就冲向了火海 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 妄图用机枪把他扫死 可是他虽然中弹倒下 却仍在一步步地爬向敌方火力点 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他拉燃了导火线 拼尽全力地冲进了敌人的坑道之中 最终不仅炸死了四十多名敌人 而且还顺利消灭了该火力点 为关带离反击战的胜利扫清了障碍 其实在志愿军中像这样的战事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 但这种行为恰恰是美军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无法做到的 长青湖战役中 一排排志愿军战士 穿着单薄的衣服 卧服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阵地上 不发一眼等着阻击美军 他们居心会神的注视着前方 没有一个人向后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冰雕连 看到这样的场景 美军指挥官也不由得向冰雕连进了一个军队 正如那句话所说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 我们的后辈就不用打了 七十多年前 这些最可爱的人用自己的血肉 为我们浇注了如今的盛世繁华 七十多年后 山河无恙 人民幸福安康 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坚守于冲锋 也会将这份意志发扬下去 砥砺前行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